各位卖子学院的网友大家好 欢迎学习ATMR5绘图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个画这个BaseL曲线 那么找到ATMR5的这个参考手册 这有个BaseL创建三次方BaseL曲线 好点开 那这地方呢有个图很形象 我们要画一个曲线就画这样一个曲线 由几个点来决定呢 由四个点来决定 第一个点呢 你看控制点开始20乘20 第二个点是20100 这是第二个点 那第三个点呢 是这个 200乘100 第四个点呢是200乘20 然后呢这三个点 这个图呢是 这有两条 这是两条铁线 你看这条铁和它相切 这条铁和它相切 然后这样组成的一条 是由四个点组成的一个 弧线 那怎么来用呢 那我们就把这个操作一下 复制一下 还得先把这复制一下 C是Index08 复制一下 我们叫Index09 Index09 09里边呢 我们把这几个复制一下 画这样一条线 我们需要四个控制点 Ctrl V 这呢是C CTX Ctrl C 这个呢有点多 画一条线就行 就是从2020的坐标开始 这是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 第三个点 第四个点 拿四个点来确定一条弧 那怎么确定的呢 底下这两个点 这要这是一个浅线 和这个弧要就要相切 它和它相切 才可以 好 那么运行一下这个程序 让那个弧 让那个弧 那比如说我们把它宽度设宽一点 第一个点是20 20到100 第二个呢是300 300乘20 再来一次 9 重用性一下 好 这样的一条弧 那就怎么出来的 这个点的呢 这一个点 这里一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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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条线 和这个弧相切 它是一条线 和这个弧相切 这样就确定一条弧 有四个点 一般我们第一个点是Mu2 确定70点 然后用Bcell Bcell后边16个参数 三个点 来确定这条弧线 好 这是我们Bcell 就是用四个点来确定一条什么呢 弧线的这个方法 好 那么再看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呢 是二次Bcell曲线 那么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它的API 这是创建二次Bcell曲线 点开看一下 它怎么用的呢 主要 这是开始点 这是一个 控制点 这是控制点 结束点 那就是 拿两条线 拿两条 拿两条线 还是中间一个 拿两条线来确定一个什么呢 一个弧线 但这个弧线呢 注意 以前我们学过一个 嗯 两条线线 中间这个是约 约的话要指定半斤的 这个地方是不用半斤 来控制一条线 好 那把它复制一下 还在这个例子上来做 这呢 我们就 CTX CTX 点不mode tool了 这个地方是 200乘200吧 200乘200 CTX 就拿这条线 看能不能画出来 刷新一下 没有 这我们得计划好 我看看 第一个点的 Y X左边是20 20到100 200到300吧 到300 200 200乘200 200到300 300到60 好 保存一下 这个线不对啊 那么 准备一条 什么样的线 我想想 嗯 这地方呢 比如说我第一个点 在 咱说在这个地方 200乘200的位置 乘200 我 这样挑战 这样两个点 200乘200 这个呢 是260 乘 60 这呢 我们叫300 乘300 好 这样 这样几个点来看 第一点200乘200 2660 300 300 2660 60 60 300乘300 好 保存一下 好 封号给上 好 运行一下 保存 好 这样出来一个点 那 那这个点是怎么出现的呢 这是200乘200的点 这个应该是 260 这260 那这个点呢 就是300乘300 那这样 这一条线 这一条线 那这样画了两段 户 那其实是拿两个点 确定一段户 两个点确定一段户 出来这样一条户线 我们前边学过的 镶线线 前面学过有点 类似是两条线 两条线 中间要画一个圆 拿圆来什么呢 这是圆要指定半斤的 可以指定这个弧的半斤 这个地方 没有指定弧的半斤 就是这两个点 直接一个弧 这两个点 直接一个弧 这是 二次BCR曲线的 这个画法 好 关于BCR曲线呢 我们就 讲到这 路径的画法 我们就讲到这 好 这一小节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